今天中秋节 他们也不怎么想吃东西 我也没有买什么菜 就前两天买了一只鸡 这乌鸡 18块钱钱 买了一只50块钱 那天吃了一半只 这还有一半只今天拿来吃掉 可以烤鸡 这也不错 这还有一点 一个小的一只鸡 就要看看 他们是一个小的一只鸡 都是一只鸡 小的一只鸡 把鸡蛋凿留在尾巴 然后每一只鸡蛋 这就算中秋节 和几楼三个一起混 这个在一起吃不完了 所以我决定 这个是中饭和晚饭一起合在一起吃的 这也有晚上的菜 又饿了晚上继续吃 今天中秋节 祝所有人节日快乐 健健康康 工作善业 中秋节快乐 跟你爸爸也说过 中秋节快乐 一个人在滚头幸福了 中秋节也要吃点好吃的 不论你爸吃了啥 不论我买了一个很特殊的蛋 我买了一个黄鸟蛋 那里我以为是鸡蛋 满回来是前鸭蛋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鸡蛋 是不是鸡蛋 我就撑过来煮给你们吃 结果那里 我就拿来做鸡蛋汤给你们喝的时候 打开你看 是这样的是熟的 吓死我了 我就懂没事 我再猜看看另外一个 也是这样 这种蛋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 所以这种蛋卖贵一点 是熟的 不贵 这个好像称了这几个多少钱 那里面不会有小鸡吧 所以真的有人直接吃那种的 我说很奇怪了 我当时以为是鸡蛋是生的 然后买回来煮蛋汤的时候 才发现里面好像熟了 但跟熟了也不一样 也黄黄了 看不看 会不会是这里的特产呢 不错 你爸看看 万一里面是什么 等一下 没有 跟普通的这种好硬啊 是吧 是 小心 你看 什么都没有啊 再尝一尝 打开了也是这样的 蛋黄粑在哪里 就这样子 不是这样的 我猜了两个都是这样子 我又不敢吃了 但是肯定是能吃的 这个是真的吃的 等下用肠大骨粑 好吃吗 你不会觉得好吃吧 像什么 可以像那种小小的 那种蛋一样的味道 安全蛋 对 感觉不好吃 这个鲜肉 妈妈 不 反正我先吃 我先吃三个鲜肉 这一大碗鲜肉 估计没人吃了 肯定是肯定的 那以后中秋菜 煮的三样都够了 不要这个菜 不要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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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找人加的 可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我就马上 姐姐 你是不是都不要了 差不多全部都不要了 太肉了 挺好吃 你好好吃 招心的一顿 中秋节吃个 饭菜好远一点 都不好吃 是不是 还不 中午回来吃 那才好吃 是不是浪费私材 对 快快 快快